一个人的悲伤并不能让整个陈圆都低落起来,尤其范贤脸上的悲伤总让人觉得有几分促暇和嘲弄。 陈平平坐在轮椅上,看着面前这个年轻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距离范贤第一次见到陈平平已经过去了五年的时间,这五年里她看见陈平平衰老,沉默,体会过这位长辈的可怕, 但从来没有发现过,陈平平的笑容,有一天竟然会显得这样纯净,就像小孩子一样纯净。 灌肠笼罩在轮椅上的黑暗气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早就已经不见了。 今日的陈平平看上去就像是个吃了一辈子素的信徒,浑身上下透着清新喜人的气息,似乎由内之外都是透明一般。 范贤正正地看着她的脸,知道相由心生,却不知道是怎样的心路历程,让陈平平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老人的眼睛有些苍默,但却不是无情的那种冷漠,只是平稳的,淡淡地看着范贤,缓缓开口说道,除了那个毒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以前我们就谈过。 范贤叹息着,盯着陈平平的眼睛,说道,你让费先生路过东夷城,想尽办法保住四顾剑的命。 这一句话开始,范贤不再用询问的语气,而向阐述事实一般开始字字句句出口。 苦和想尽一切办法延长你的性命,是因为他那双眼睛看得清楚,只要你活得越久,你和陛下之间翻脸的可能性越大。 范贤低着头继续说道,你让四顾剑活得久,是因为你早就已经想好,让剑炉那边露穿影子的身份,从而逼陛下对你动手。 B。陈平平笑了起来,似乎听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词。 范贤没有被老人家的笑容打动,叹了口气,说道,关于三年前你的中毒。 现在看起来,当然也很清楚了。 你借此不进京,放着长公主和太后在京都瞎折腾,名义上是听从陛下地秘旨,放狗入院,实际上却是存了更大的念头。 她自嘲笑道,当时我的情况比较危急,一时间也没有往深里想。 后来才想明白,长公主的首席谋士袁洪道,秦家老爷子最信赖的监察院内奸言若海,这都是你的亲信。 虽然你人在四野,对于叛乱的局势却是无比清晰,有这样两个人在暗中帮你,如果你要替陛下控制局势,断不至于让京都乱城那样。 陈平平笑了起来,声音有些尖锐,那你说,我为什么没有控制局势? 你本来就想局势乱一些,你恨不得让宫里的人都死干净。 范贤低头悠悠说道,陛下放了一把火,你却让这把火烧得太旺了些,烧死了太多人。 你本指望,到最后天地一片白茫茫,最后就剩下我和老大两个人,再来收拾残局。 问题是,你还有件事情没有说明白? 为什么我要背叛陛下? 难道我就有能力让整个京都,只留下你和和亲王两个人? 你有这个能力,我从来不怀疑这一点,如果陛下真的死在大东山地化,袁洪道和闫若海两个人的作用根本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你就直接抛了袁洪道。 范贤看着陈平平,觉得嘴里泛起一股奇怪的滋味,有些苦有些酸,至于你为什么背叛陛下? 你我都心知肚明。 陈平平哈哈笑了起来,拍着轮椅的扶手。 就像拍着风中静节十足的空秀。 嗡嗡作响。 他沉默很久之后,死死地盯着范贤的眼睛。 就像是盯着很多年前同样年轻的那个人,音音说道,难道不应该? 范贤沉默,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句话。 身为人子,他当然不能说不应该。 他甚至一直震惊于陈平平对叶青梅深刻入骨的怀念和那种足以烧毁一切的复仇信号信号。 陈平平是皇帝最亲近的大臣,自幼也是在城王府里服侍。 他与叶青梅见面很晚,相处的时间想必也不会太长。 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生命中过客一般的女人,整个天下最黑暗地特务首领, 在心里藏了一把匕首,一藏便是二十余年,刺伤了她的心,刺伤了所有的人心。 陈平平忽而疲惫地躺回轮椅之上,说道,你不懂当年,你不懂。 对于当年的事情,范贤没有亲手参与,自然不敢轻易言懂。 他只是沉默着,计算着,隐忍着,根本不知如何处理。 如果人与人之间只是仇恨的关系,或许这世界要简单许多,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这样的复杂。 你服毒的第二个原因,我也想明白了。 范贤看着陈平平古井无波的双眼,忽然心间抽痛了一下,觉得人世间的事儿确实有些伤人伤神。 说道,你本以为陛下再也无法从大东山上回来,你又毁了他地江山,你们一世君臣,你便去黄泉路上陪他走一遭,也算是全了君臣之意。 陈平平闭上了双眼,说道,毕竟我看着陛下从一个孩童成长为一代帝王,我太了解他,他是个很怕孤独地人,我担心他一个人在阴间的道路上害怕,所以想去陪他。 陪他,范贤的声音克力起来,他杀的人够多了,黄泉路上陪他的人也不会少,你用得着这样。 他平服了一下情绪,沉生说道,更何况他没有死。 要一个人死,总是很难的。 陈平平第一次在范贤的面前,把这句话叹息着说了出来,望着他悠悠说道,我从来不会低估陛下,所以在谋事之前,行事之中,我总是无比谨慎,做好了失败的所有预估,即便失败,也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更不会拖累到你。 范贤看着陈平平,心头忽然升起很强烈的崇拜感觉,他对这个老脖子太熟悉了,有很多事情,对方都没有瞒过自己,所以自己比宫里那位皇帝老子更了解陈平平做过些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暗中筹划对付陛下,却能够瞒过陛下的人,大概也只有陈平平一个人。 这位监察院创始人在阴谋方面的能力实在太强,强到根本没有刻意地去编织什么,只是顺着天下大势而行,见或抹上几笔浓黑地色彩,便曾经将陛下和沁国陷入了一个可能万劫不复的境地。 只是皇帝本身的实力太过强大,强大到可以轻易撕碎一切阴谋诡计的地步。 不过陈平平也真是厉害,即便这样,她依然没有露出任何细微处的漏洞,甚至还从很多年前便安排好了退路。 陈平平不在乎生死,她在乎的后路便是自己死后范贤的安危,所以从玄空庙开始影子意外地刺伤范贤后,她便开始安排这一切,包括山谷里的狙杀,甚至还包括宫里的那件事情,都是她在与范贤进行着割裂。 即便将来一朝是法,这些藏在很深处的事情,都会成为陈平平与范贤之间的割裂。 在那些辛苦查出来的证据面前,皇帝自然会相信陈平平是想要杀范贤的,范贤自然和陈平平帝是无关。 至于陈平平为什么要杀范贤,那是需要皇帝去思考的问题。 范贤在玄空庙室中受了重伤。 险些身死,山谷中也是险到了极点,这两条证据太过强大。 范贤能感受到陈平平的苦心,看着她苍老的面容,体会着对方从心里浮出来的清新气息,心头感动,却是不知该说些什么。 陈平平的脸色平静无比,说道,这些事情,应该是三年前你就已经想明白的东西。 那日陈元未复,你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为何今天又要来一遭? 陛下总会动疑,尤其是你在东夷城那边又玩了这么一手。 范贤说道,我只有来和你挑明这些事情。 东夷城那边是三年前安排的事情,我自答应你放手之后,便已经放手了。 陈平平笑着说道,我不管,你既然要放手就彻底一些。 范贤说道,陛下已经让我成为监察院院长,你可以彻底退休了。 退休?那和现在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 范贤诡异地笑了起来,说道,当着我的面还说这个话。 如果你不愿意,就算我再当十年监察院院长,这监察院也还是你的。 哦,不。 陈平平也笑了起来,说道,监察院是陛下地。 哦,不。 范贤学着他的语气,叹息道,监察院有两成是陛下的,三成是我的,可还有一半是你的,永远是你的。 在监察院里,坐了这么久,范贤当然清楚眼前的老伯子对监察院的控制力达到了一个怎样惊心动魄的程度。 所谓陛下的私人特务机构,在陈平平的苍老首长之下,早已经成为了此人地私人机构。 这一方面是因为皇帝老子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身边的忠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陈平平在监察院里地威信太高,誓死效忠的官员太多。 范贤甚至毫不怀疑一件事情,如果宫里发指对付陈平平,像颜若海,七处的光头主办那些人,根本想都不会想,就会站到陈平平的身后。 一切为了庆国。 在监察院一般官员的心中,庆国或许就是皇帝陛下,但在那些真正能掌握权力的终极官员心中,除了陈平平,没有什么别的人。 嗯,你究竟想做些什么呢? 陈平平面带欣赏之色,看着范贤问道,这似乎是一句很寻常的问话,又像是两任监察院院长之间的某种交替。 范贤却忽然有些垂头丧气,说道,我今天来之前已经见了颜冰云,我让他开始准备把监察院八大处,以及四处在各郡的分离处都拢到手里来,斩了你身向院里的所有可能,只是我清楚,如果你自己不收手,就凭我和颜冰云,实在是没有太好的法子。 让颜冰云对付他家老头子,陈平平呵呵笑了起来,说道,这一招倒是不错,虽然他要对付的老头子,肯定比他想象的要多很多。 这句话里所说的老头子,自然是指监察院上层官员里,对陈平平忠心不二的那些人。 范贤往前坐了坐,轻轻握着陈平平咒疾了地双手,说道,放手吧。 放手,你还捉着我的手做什么? 陈平平微笑着说道,你可以试着来斩断我身向院里的手,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老头们比你们想象的更有力量。 废话,那些老头都是龙旗之初,监察院下的第一卧蛋,在院里不知有多少徒子徒孙,想把这些老头扫干净,当然困难无比。 范贤在心里骂着,面上恼火说道,你说咱爷俩儿这些年处得不错,和父子没啥区别了,至于在这时候还要跟我打上一仗? 关键问题是,你还没有说服我,我为什么要放手? 陈平平的眼光极为有趣。 范贤沉默片刻后说道,陛下已经开始在查那次山谷狙杀的事情,也开始在查悬空庙的事情,总有一天他会移到你的头上。 即便他拿不到任何证据,但这事情总是有些凶险。 而且你也知道,陛下这个人,自从宫里死了那么多人之后,性情已经改变了许多。 如果换成往年,只怕他心中稍一动疑,便要开始用雷霆手段,可是他一直没有这样动。 这话确实,监察院是皇帝最为倚重的力量之一,他对陈平平的信任也是世间的一个艺术。 如果一旦他发现,陈平平心里有些别的异味,换成当年的皇帝,只怕早已经暴怒。 这个话题我们以前也谈过。 陈平平点了点头,说道,陛下对我总有几分情分,即便动了些疑心,也不舍得直接下手,他更愿意等着我老死。 是啊,问题是您总是不死。 范贤笑了起来,说道,不死倒也罢了,天生您的心也不死,所以我只好请您离开京都,回故乡找出恋去吧。 陈平平笑骂了两句,忽然开口问道,如果我不退,你会怎么做? 我会开始动手。 范贤沉默了片刻后说道,就算要让监察院里闹得十分不堪,我也要把你打下去。 用什么理由? 当然是因为我查到了山谷狙沙的背后,有陈院长的影子。 我身为皇子,又是监察院地下任院长,含恨出手,想把你置于死地。 范贤低头说道,不管最后我能不能打赢,陛下总会想着,原来我自己也查出了这件事情,便看着我去打,最后发道旨意赶你出京,一方面碎了我的意,填了我的愿,一方面又保了你的命,全了你们之间的情分。 陈平平花白的眉梢挑了挑,说道,想来,你也是用这件事情说服颜冰云。 范贤点了点头,用一个并不存在地愁愿来掩盖内里真正的凶险。 陈平平私存良久,点了点头,你现在比以前进步太多了。 范贤笑了笑,说道,我想了一个月,又知道内庭开始查山谷的事情,才想到利用这一点。 陈平平有些疲惫地笑了笑,她知道范贤在担心什么,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周折,也要逼自己离开京都。 正如范贤先前心里的感动一样,这位孤苦一生的特务头子,忽然觉得自己的心里也变得温热了许多。 我答应你,我会离开京都。 陈平平轻轻拍了拍范贤的手。 范贤大喜过望,呵呵笑了起来,然后说道,这事儿应该没问题,悬空庙一次,山谷里一次,两次我都险些死在你的手上, 不管内庭查出了什么,都只会成为你黯然离开京都地住脚。 想着那时候,你坐着轮椅冲进晨园,朝我大吼大叫,也是有趣。 陈平平微笑着说道,范贤笑着摇摇头,当时她是真不明白陈平平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只是后来被长公主完全点醒,她才清楚,陈平平究竟想做什么, 又为什么一直小心翼翼地准备着与自己完全割裂。 当年太平别院血案,是秦夜做的吧? 范贤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陈平平看了她一眼,淡淡说道,秦夜只是陛下地一条狗。 范贤沉默许久,然后说道,秦家最后要反,只是因为我的存在。 当然,你是叶青梅的儿子,陈平平笑了起来,秦夜那条老狗,被陛下遮掩了这么多年, 却也太明白陛下地心意,如果陛下打算一直重用你, 那就一定不可能让你知道当年地那个故事,秦夜却是那个故事里唯一活下来的漏洞。 陛下要扶你上位,想保全你们父子间的情分,就必须灭口,秦夜必须死。 陈平平平静说道,所以秦夜不得不反。 以前这些事情,陈平平一直坚持不肯对范贤言明,只是已经到了今日, 在做遮掩,在不想把范贤拖入当年地污水之中,已经没有那个坚持的必要了。 果然如此,范贤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春天地和暖气吸入她的肺, 却是烧得她的胸膛辣辣的,虽然这些事情她早已经猜到。 但今天听陈平平亲口证实,依然难以自意地开始灼烧起来。 三年前,你就问过秦家为什么会反。 陈平平忽然极有兴趣地看着她,问道, 以你的目光,应该看不到这么深远,是谁提醒你的? 范贤? 父亲从来不会对我说这些。 范贤苦笑了一声,说道,是长公主。 这个名字从范贤的嘴唇里吐出来。 陈平平也变得安静了些,目光看着窗外的青树, 淡淡说道,这个疯丫头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她根本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却只是从这些细节里就猜到了过往,实在厉害。 京都叛乱的时候,你和长公主是不是有联系? 范贤问出了一个隐藏很久的疑问, 因为当时监察院的反应实在是有些怪异, 即便是皇帝陛下定计之中,让陈平平诱出京都里的不安定因子, 可是陈平平的英策也太古怪了些, 尤其是长公主那边, 似乎也一直没有刻意留意监察院的方向。 没有。 陈平平闭着双眼说道, 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联系的, 只需要互相猜测彼此的心意, 彼此的目的, 世上最妙的谋划, 只是灵机一动, 全无仙兆, 彼此的心意搭在了一处, 一旦落在纸面上, 便落了下沉。 关于这些事情, 你要和你那个死了的丈母娘好好学习一下。 陈平平睁开双眼, 微笑说道, 范贤微色一笑, 点了点头。 陈平平便在此时, 忽然轻轻地问了一句, 现在你知道的足够多了, 以后打算怎么做? 范贤沉默许久, 然后开口说道, 我不知道。 陈平平有些微微失望地叹了口气, 有证据吗? 范贤的声音有些微颤, 哪怕是一点点的证据。 世界上很多事情是不需要证据的, 只需要心意, 我也是几年前才确认了那个人曾经动过的心意, 坚定了自己的心意。 陈平平的这句话和四顾剑的剑道颇有相通之处, 当日大军西征, 陛下在定州附近, 你父也随时在军中, 而北齐大军忽然南下, 我领监察院北上燕京。 叶仲也被换到了西征军后队之中, 陈平平只是冷漠地陈述着一个事实, 最关键地是, 你母亲那时候刚生你不久, 正是产后虚弱的时候。 范贤的两道眉毛渐渐皱起, 问道, 五竹书呢? 我一直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离开母亲的身边? 神庙来了人, 陈平平微微一笑, 说道, 使者出现在大陆之上, 我虽然一直不清楚你母亲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我能猜到, 他和五秀和神庙一直都有些瓜葛, 而且五竹一直很忌惮与神庙有关的任何事情。 神庙来人不止一次, 至少是两次, 我知道的就有两次。 陈平平叹了口气, 说道, 来一次, 五竹杀一次, 当时的世间, 能够威胁到你母亲的人, 似乎也只有神庙的来人, 而五竹根本不允许那些神庙来人靠近你母亲百里之内。 所以五竹离开了, 但你母亲却依然死了, 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陈平平古怪地笑了起来, 自己人三个字的发音格外沉重。 范贤也笑了起来, 笑得格外用心, 然后站起身来, 拍拍陈平平的肩膀, 说道, 这些事情我早就猜到, 只是从您的嘴里听到后, 才发现感觉竟是如此的真实。 好了, 这些事情您不要再想了。 陈平平笑着问道, 箱子应该还在你手上吧, 五竹在哪里? 范贤有些苦涩地笑了笑, 片刻后说道, 箱子不在, 五竹叔有事离开了。 陈平平呃了一声, 又一次没有在范贤面前掩饰自己的淡淡失望。 范贤忽然微意问道, 你知道, 箱子在我手上? 你那老爹也知道。 陈平平说道, 所以你那个老爹才不知道。 范贤微微动容, 许久才消化掉心头的震惊, 想到已然归老的父亲大人原来在暗中, 不知道替自己做了多少事情, 心头不禁生起一丝怀念, 再一次拍了拍陈平平受削的肩头, 笑着说道, 你让我像死了的长公主学习, 我看你倒是应该像我还活着的父亲大人学习, 该放则放, 该退则退。 他把两只手放在陈平平的肩膀上, 微微星号星号, 说道, 以后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陈平平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只在心里想着, 以这个孩子的性情, 只怕还要继续看下去, 熬下去, 却不知道要看到什么时候, 熬到什么时候。 世间美多苦情人, 而似范贤这种绅士, 毫无疑问却是最苦的那一类人。 一念及此, 陈平平忽然觉得自己和范贤 这二十年来的苦心没有白费, 至少范贤健康地长大了, 而且成长的是这样快, 似乎只花了一夜的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